这次要说的是AV500网查打无人直升机,其实,该机在2016珠海航展时就首次亮相了,只因在今年航展前夕的10月23日,圆满完成F-78D空地飞弹打靶试验,进而引发普遍关注,甚至有称沙特有意订购,可白宫称赶买就严惩,呵呵,这消息传得也太快了吧。 其实呢,沙特采购中国造无人机早已不是新鲜事,此前就曾创下单笔军冒订单2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在2017年甚至买下彩虹副4生产线,加之购入包括彩虹副5在内的其他机型,据称前后支付了70亿美元,仅说彩虹副4,最大航程1600公里,控制半径250公里,巡航高度7000米,续航时间14小时, 最大载弹量345公斤,其可携带中国造AR系列控地飞弹,包括弹头重10公斤,最大射程10公里的AR1,以及弹头重5公斤,最大射程8公里的AR2,据称,最多可挂载超过20枚AR2。 相比而言,AV500瓦无人直升机就纯属小地了,其控制半径200公里,最大声线5000米,创下国内纪录,续航时间9小时,最大载弹量190公斤。 所配备的F78D空地飞弹射程为5公里,可见,AV500瓦堪称处处比不上彩虹副4,更不要说彩虹副5了,可为何会激动的美国人? 其实真正被激动的是印度人,后轮有序,关键就在于AV500瓦是无人直升机,不仅可以悬停在目标上空或障碍物后,尤其对起降场地的要求不高,对此,印度时报说得更清楚明白一些,引用如下,AV500瓦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形起降,可以在寒冷和炎热环境下飞行,由于它可以执行超低空渗透,并保持一段时间悬停。 因此能广泛用于边境巡逻,反恐行动和低强度冲突中,关于这款无人直升机,也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了吧。 呵呵,接下来,必须要说一下美国反对是否会有效了,其实,对于武装无人机的竞售标准,已被闹入由35个国家签署的飞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中,其上限未航程300公里,再恨500公斤。 虽然中国已申请还未正式加入上述制度,但一直严格按照相关标准予以执行,包括上文提及的彩虹副4,更不要说属于小弟的AV500瓦了。 也就是说,一是美国无权干涉非成员国的军贸交易,二是既然彩虹副4能卖AV500瓦则更无问题,那么,美国是否会为了销售自家的无人机,而对沙特或相关国家施压? 与此,需要先插说一句,以无人机销售量而言,排名为以色列,中国,美国,以无人机技术水平而言,排名为美国,以色列,中国,另外,以色列也未加入上述制度。 不讲美国若想在无人机市场上搞霸道垄断,必须要先与自己的盟友以色列掰扯清楚,只说美国的无人机本身,由于太过钻高精尖的牛角尖,包括为了武器通用化而直接使用5匙乃至轻型战机的飞弹,致使无论航程还是载弹量,均直接撞上飞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红线,这可怨不得别人吧。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普为脑果,在今年4月签署了放松无人机出口政策的备忘录,还提出要调高上述制度的竞售上限,要知道,前者是针对其本国的无人机,基本可控,后者则需要进行国际交涉乃至谈判了,显而易见的不可控,呵呵,总之,没有谁可以一手遮天,而且没必要时事都提及美国,更没必要看图为HK5。 HK5千巨无人机,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693期,近日,据媒体报道,在诸海航展某海报封面上,中国又一款压箱敌武器震撼问世,这款武器就是HK5千巨箭载无人机,看来中国终于不再隐藏这款大杀器了。 对此,五角大楼表示,仅看外形就令西方彻底害怕了,这款无人机具备非常神秘的用途,那就是将来能够当作航母的无人预警机使用,并且在访前上也能发挥奇效,看来这才是中国航母当之无愧的压箱敌武器。 在此前,我国已经发展了许多无人机,但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呢?HK5千巨有著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机翼是可折叠的,并且采用了双前轮以及粗壮的起落架,这些能代表什么呢? 这些都代表了这架无人机,极有可能就是一台建载无人机,HK5千巨的造型也跟其他无人机不一样,它采用了长平直翼以及V字双尾翼,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无人机的滑翔性能更加优秀以及有利于提高航程。 图为HK5千巨,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据猜测,在起飞重量方面,HK5千巨大约为4000千克或6000千克,作战半径达到了2500公里,喷气式的引擎也让它拥有了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突防能力,配合上2500公里的作战半径,对抗航母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在武器配置方面,根据中船海空放出的图来看,HK5千巨,7亿下放挂载了两枚飞弹,根据外观来看,很有可能是鹰机系列飞弹,至于是鹰机几遍不得而知了。 图为辽宁号航母,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对比美国同样是建载无人机的MQ-25,HK5千巨的性能并不算太出众,但是这款无人机有注重大意义。 并不是在性能上有多么多么强大,而是在另一方面,HK5千巨的起飞重量是4000千克,这么小的起飞重量,单靠滑跃起飞是飞不起来的,只有使用可控性高,适应范围广的电磁弹射,才能让它飞起来。 那么它的出现,有可能正是代表了我国在电磁弹射方面取得了进步。 除此之外,这架无人机的设计单位是中船海空,这是一个跟建造航母有关的单位。 HK5千巨的出现极有可能代表了我国下一代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我国海军装备日新月异,一切皆有可能。 HK5千巨无人舰载机的出现,很可能就代表了电磁弹射技术的进步。 如果这架飞机上线,那么我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电磁弹射技术的国家,并且还是第二个在航母上弹射无人机的国家。 来源,军正平工作室,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作者,熊霸,你知道一个国家失去天空后所要承受的屈辱吗? 提计,一,2018年11月初的一天,珠海的天空风和日丽,一架标准服装的歼10B单发战斗机从远处翩翩而至,与刚刚结束表演的八一队相比,这单架次飞机似乎并不出奇,人们普遍期待的是稍后会出场的歼20。 不过,仅仅在几十秒钟后,这架飞机就用一个完美的普加乔夫眼镜蛇动作预约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在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这架飞机连续轻盈地飞出了落叶飘,赫博斯特壁灯等极限动作。 机翼上的拉烟器在湛蓝的天空中画出了近乎完美的绚丽图案。 或许对一般的观众来说,这样的飞行表演仅仅是惊险刺激好看,但对稍微有一些航空知识的军迷群体来说,这却是能够上升到有生之年之列的巨大惊喜。 一架单发战斗机能够在飞行表演中公开飞出这样高激动的动作,在世界范围内上数首次,有生之年居然看到国产飞机飞眼镜蛇了。 微信群里传来的那个视频里,人们狂喜住在一面五星红旗下歌唱祖国,那种喷勃而出的情绪,甚至会令远在千里之外得住手机荧幕的人也跟住动容。 赋予这架坚持比如此惊艳表现的,是一台国产试验型始量发动机,在此之前,除了传统航空强国美额的极少类发动机,再无其他国家攻克这项精端技术,能够拿到航展上进行如此展示,至少说明其在技术指标和稳定性上已经接近的定型,中国的航空发动机。 终于可以了吗? 我,也不禁热泪盈眶起来。 二,航空发动机,飞机的心脏,它强,则战机强壮灵活,它弱,则战机雷若无力。 从中国人开始仰望现代航空的第一天系,就一直被发动机的心脏病噩梦所困扰住,至今,已经长达百年了,中国航空支付冯儒的飞机各部件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唯有发动机无能为力。 只好用一台简陋的美国产75马力Katis发动机,1912年在回国后的一次飞行表演中,因为发动机的故障,逢如雪洒然天。 随后的很多年,中国人几乎从未向航空发动机发起过挑战,只能通过进口外国老旧飞机,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空中威胁。 1940年9月,装备驻先进气冷发动机的日军灵式战斗机在重庆碧山首站,中国空军虽奋力抵抗,却不能挽回速度与力量的绝对劣势,结果24架战机被对手分灵。 即便那么多热血青年慷慨赴死,也未能阻挡日军飞机把中国大片土地变成一片废墟,当然也会有一只躲在外国人记忆下的想法。 美军装备了更先进发动机的飞机确实把一架架日军战机送入了太平洋,但未必会愿意护佑中国这片土地。 二战后驻青岛的美军飞机常规训练项目就是在青岛某些农村进行扫射,以至几千英亩平坦的土地因为农民无法躲避飞机而不能耕种。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